自己是属于什么风格?什么种类? 嗯?不要什么种类 小朋友,你是否约很多?我好 哎,不认得我,高级不认得我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安娜和Jack 哈喽,很高兴又见面了 哎,Jack,最近啊,收到三位粉丝的信息 他们告诉我便会诞生了 哦 嗯,就是不知道秋天在你眼里是不是一个伤感的季节呢 没有啊,我天天都很屁练屁练的高兴啊 是因为有我吗? 啊,那绝对的 粉丝希望我们可以出一个秋季变美的约会穿戴 因为他们觉得我第一期做的这个视频 让他们改变了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I have nothing to wear 啊,但是我就说这个话题很适合你 让我分享很有用 这期聊聊秋季约会创达 这可让我想起咱们一次的约会场 那可是一个天寒地灯,寒风刺骨的东西 如果不是亲爷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首先我想说,翻手不一定是坏事 就离开不对的,才会遇到下一个更好的 啊,什么意思? 就是,虽然我在这儿说很容易 那真正分手会带来的痛苦啊,悲伤啊 往往需要很久才能缓解 那我也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 让接下来美好的日子变成你的约会季 对啊,约会季开出爱情之花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会变得更美 你想想,秋天接下来还有万圣节 感恩节,黑舞,Christmas,元旦 这都是约会的好日子啊 对啊,你觉得我都特别的兴奋了 为什么? 因为我等着你的礼物啊 我们不是刚买了一堆MCM的东西吗? 好吧 说到约会,我们都希望给对方那些不认识不了解我们的人 留下一个美好又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给大家画了六大重点 大家继续往下看吧 不管我们选择什么衣服 裤装还是裙装 首先我们确认自己的穿衣风格 我们先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是属于什么风格 什么种类 不要什么种类 小朋友,你是否愈恨到我好 不认识我 高级不认识我 你真的想继续录吗? 搞错了,再来 先静下心来想想自己都是哪种类型风格 我列举几个风格 帮大家立地思路找找idea 甜美淑女 可爱公主 休闲运动 商务通勤 体现中性 浪漫时尚 当我们第一步想清楚自己的穿搭风格后 不管你是什么风格style 我们这期视频都会帮大家整齐画衣 为什么把裙子放在首位呢? 有三大原因 第一,裙子可以展现女性的柔美妩媚 在形象上也是加分享 第二个,裙子最简单 首选连衣裙 再选套装裙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穿裤子 就还要再考虑上身穿什么 选择连衣裙 下半身都省了 说的有道理 当我们在选择套装裙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一个搭配好的套装 大家也可以很省心了 第三点 收腰高腰的裙子 可以扬长臂的凸显我们身材的优点 对哦 第一期穿搭视频有教大家如何选择裙子 没看到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上一期的干货分享 有些人如果觉得套装特别正式 那也可以选择衬衫毛衣来搭配裙子 裙子类型很多 长裙,短裙,牛仔裙 大家怎么选呢? 你还挺有信心的呀 像这种材质 我觉得是看个人的选择 比如像牛仔啊 皮裙或者是聚质纤维 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长短 因为因为约会嘛 我们可能需要就是端庄大器 所以千万不要穿的太暴露太紧身 或太短小 这样就会显得女生有点肤浅 如果是被不熟悉不了解的人 就是还一直盯着 就会挺尴尬的 以为它还不太安全 那对于不穿裙装的女性如何搭配呢? 建议裤装套装 或者是衬衣毛衣来搭配牛仔裤 这样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是秋季 要搭一个合适的外套 保暖时尚 所以比如像图中 我们的夹克风衣尼斯大衣 或者是这种小乡方的粘织衫 你看它们的穿搭和你第一期讲的 都是上短下长 有大长腿视角是吧? 这就是大长腿的秘诀 不管每个人穿风格如何 我们都离不开选择衣服的颜色 对 想想约会是美好温馨又浪漫的开始 为了保持和延续这份美好 选对颜色很重要 颜色选对锦上添花 还能展现风格和特色 对 这里约会穿搭建议大家 一选同色系 二选浅色系 同色系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颜色相近的 搭配协调的颜色 当然我们搭配的要有层次要高级 要协调 看上去也不会觉得单调 放个图给大家 哇这个图我怎么看呢 哎 来我们看图三步走 大家也可以把它截屏保存起来 同色系数值看 从最外圈向最底圈看 而近色系是相邻着看 看每一个的大圆圈小圆圈 它们相邻的三四个颜色 对比色系横着看 从左到右 它就是一个对比色了 哇 上知识了 以前上学在美术科学到的 不就是讲这些吗 大圆色 上间色 那些记忆反复又回来了 嗯 同色系讲完 接下来就是浅色系了 浅色系 像白色 淡粉 浅蓝 这种浅色系的衣服 饱和度低 看起来呢 也会让人感到很清爽 是的 像我们做人男士 希望约会可以 营造甜蜜浪漫的气氛 嗯 本身秋季就比较肤燥 浅色会让心情愉快 不会像 绅色的衣服 那么低沉 没错 颜色也可以直接反映出 一个人的内心状态 男女生之间也要有 相互吸引的能量 嗯 是的 像白色总是给人一种 纯洁 神圣 洁白无暇 一尘不染的感觉 粉色会让人有一种 娇弱甜美 青春活力 温柔纯真的感觉 而蓝色呢 给人一种青春美丽 冷静神秘的感觉 是的 你刚刚说的这三种颜色 让女性展现出温柔似水的一面 淡淡的颜色会激起男性对女性的神秘感和好奇心 嗯 真的 当然 不知道你是否有留意过 在迪士尼动画里 就很多公主 其实她们的裙子都是蓝色系 嗯 是哦 蓝色给人那种静谧 期待和希望 好像更强烈 你这一说 让我想到 欧洲皇室贵族里 蓝色也是象征尊贵的色系之一 像英国皇室也喜欢 皇家兰 皇家兰 你说的这个好形象啊 你看图中 就是以世的英女王 查尔斯国王和威廉王储 他们的西服领带 还有凯特王妃的裙子 以及他们的孩子 其实都是一个蓝色系 嗯 所以咱们说 女王全是了蓝色的尊贵 优雅理智 但我们选好衣服 鞋子也是点睛之笔 对啊 嗯 打扮漂亮去约会 如果鞋子没选对 好看衣服会白费 可以啊 大家选择鞋子时 舒服一定是第一位的 那颜色也尽量去选择 靠近服装的红色系 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 三到六厘米的这种小高跟鞋 靴子 运动鞋 或者是小白鞋 适当的高跟鞋 可以增加腿部的曲线 嗯 但是一般约会会选择 室内 餐厅 影院等 走路少 穿带跟的 也可以增加女性的魅力 对啊 六厘米我觉得差不多了 如果说你穿一个太高的鞋走路 也会不方便 也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从男生的角度 高跟鞋会让女性更性感 但是如果没有掌握好高度 恨天高 有可能给你的potential对上压力上大 男生会尴尬是吗 会啊 你比他们高吗 但有些男生他就是喜欢比自己高的女生 有 但少数 但如果说我们走路多 或者是爱穿休闲装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选择平地鞋小白鞋 这样也会显得阳光活力有缘气 短靴搭配长裤在秋季非常合适 对啊 而且如果你是穿短裙 就可以把这个短靴换成一个长靴 当我们搞定了整体衣着的穿搭 可以考虑配饰来增加小亮点 脚而精致的耳环 简约摆搭的项链 轻简干练的手表 或者气质时尚的手链 这些饰品切记不要夸张性 也不要全身都是配饰 这张图千万别学 哎呀实在是太夸张了 这到底是走秀啊还是约会啊 你有没有听说最近Dua Lipa 和Trevor Noah有可能在约会 你看他们的照片 Dua Lipa和Trevor Noah也没有穿的那夸张 跟他走红地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对人家还是大明星都这么低调 不管饰品还是背包 其实都是画龙点睛的笔 配饰给我们带来高级感 所以千万不要去抢我们的风头 很正确 喜欢你的男生 绝对不是因为你搭配的配饰有多贵 包有多大牌 如果对你家庭财富很有兴趣 那你可能要小心一点了 这种男生就很可怕了 不过幸好你不是看上我这一点 当我们选择包包时也是一个简单小巧就可以了 因为只要能装下六样必备品就可以 像手机啊打包 钥匙 然后口红 姜水小样或者精油 纸巾 对 一般初次或者前几次的约会 大家相处时间也不会那么长 所以包里放一些女士精简必备的就可以了 没错 今天我们虽然讲了六大秋集约会穿杂 使则每一点都有细节之处 对啊 我听完都觉得女生出门准备真的好多步骤啊 对啊 对于约会穿搭 我总结了四个关键词和对应词 希望大家可以牢记 阳光时尚不沉闷 自然柔美不浮夸 得体魅力不造作 温柔甜蜜不冷藏 这总结太有文化了 谢谢 希望大家看过我们的视频 可以掌握秋季恋爱穿搭 我们也将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带大家更多的干货分享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关注我们支持我们 您的关注点赞 请问和分享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您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是安娜与Jack 期待下期再见 拜